那新專輯裡面有可能跟艾怡良還有嘟嘟合作 很想耶 很想嗎 我先寫的出適合我們一起唱的歌 喔 所以有可能 如果有的話我丟給他們聽聽看 因為有人說說不定可以跟艾怡良一起合作一首叫什麼 最美麗的誤會喔 還是什麼 對對對 怡良其實寫歌也很厲害 怡良跟嘟嘟他們的創作能力都非常非常好 有人說這個好有風度EQ好好啦 對 明年當主持人呢 如果邀請的話 我很榮幸啊 如果要願意找我的話 但我覺得有很多更厲害的前輩就在前面啦 所以我輔助就好了 如果有機會讓我去進去講幫個什麼忙 都非常願意 或是請艾怡良跟你一起當這個搭檔主持 搭檔主持呢 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 反正沒有 因為如果一個人負責來講流程 另外一個人就是負責救援嘛 對啊 那我一定會看 我怎麼好像吃瓜裙 對啊 大家在想這個梗的時候是真的有想到就是要看 要吃瓜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對金曲獎來說沒有所謂的限制了 因為現在其實更希望把主持棒再還給所謂的歌手音樂人 對啊 這個也是 這麼充滿話題 對啊 對啊 如果金曲獎需要我當然 對 二話不說 對 對 然後劍瑋老師有可能開演唱會嗎 等我專輯做好 其實 專輯做好 他開過 他Lexy有開過 對 我Lexy有開過一場 在第二張專輯的時候 但那個應該已經有一點點時間了 有一點年紀了 對 有一點年份了 對 那新專輯裡面有可能跟愛怡良還有嘟嘟合作 很想 很想吧 我先寫得出適合我們一起唱的歌 所以有可能 在故意當中 對啊 如果有的話我丟給他們聽聽看 欸 你們就組一個團體嘛 惟愛嘟之類的啊 欸 什麼惟愛嘟 感覺不是很好聽 惟愛嘟 就是只是取你們各一個字而已 因為有人說 說不定可以跟愛怡良一起合作一首叫什麼 最美麗的誤會 還是什麼 對對對 口誤 怡良其實寫歌也很厲害 怡良跟嘟嘟他們的創作能力都非常非常好 大倫哥我們節目有尺度 我很怕你 突然講出一些 沒有 我只是講口誤 我可以講什麼 對 我剛剛還想說 嗯 嚇到我 好 那有人期待三位鍍金的音樂人合作新的歌曲 嗯 是有可能的吧 就是現在剛剛有說的 什麼可能性都有 對對對 敲碗合作 我覺得作品要好 我們也不希望就是隨便 就是我們做音樂的人 就是 也不希望隨便趕快生一個東西 然後趕快給大家聽 為了只是曝光嘛 所以一定還是作品大家都是很喜歡的 才會才會談到合作下一步 這樣 嗨 大家好 我是舞動 謝忻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丹文雄 是歐巴桑 丹美鳳 我是蔡康勇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們是 號角相機 哈囉大家好 我是米亞倫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歲生日快樂 祝福每一個人都能演下一道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祝三立新聞網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好快喔 十周年了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 就在這裡